于是转到意大利 独裁者莫索里尼 却是热情的像地中海的阳光 他是准备着狠狠捞上一把的 因此在接待上下了一番功夫 直到宋爱玲爱虚荣 于是派一艘装满鲜花的游艇 去迎接中国客人 这种皇家气派 让见惯世面的宋爱玲 也受宠若惊 太美了 我都有一种担当不起的感觉 他喃喃的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莫索里尼鼓动着孔祥西 买意大利飞机 现代战争 空军的意义至关重要 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 贵国想与日本抗衡 在陆军海军上追赶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唯独空军三五年 则可以见成效 我国愿意 结成在这方面 给予贵国以帮助 将一批先进的飞机 优惠供应 孔祥西也不想想 战争是政治 经济 军事等综合力量的较量 哪能单独依靠空军力量互舍 他既不懂航 也抹不过面子 反正也用不着自己掏药包 一口气向意大利订了二十多架 侠飞式战斗机 后来这批飞机运到了中国 空军派人验收 当时就有人发火 什么破东西 炮管里的来福线都磨光了 如何能用 也不知是谁从中余力 捞了多少好处 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第一次对孔祥西的人品产生了怀疑 身为皇亲国戚 却拿国家大事当儿戏 弄钱可以 但不能这样不上路子 他心中暗暗不满 偏偏孔祥西不诗相 还以为立了大功 直接向蒋介石伸手要关 愿意自认航空部长 蒋介石鼻子里冷冷的哼了一声 你还是做经济工作事宜 一句话把孔祥西打发到中央银行上班 虽然中央银行总裁也是权重未尊 但对孔祥西就有点委屈 对上中央银行还要有个婆婆 就是财政部 如果是其他人 孔祥西可以不买账 偏偏是他的大舅子宋子文做部长 两人都是财政专家 各有各的思路 也都横行惯了 加上这种叠床嫁屋的关系 因此矛盾也就渐渐滋生 对下像中国交通这些大银行 他们实力雄厚 一向有独立的经营传统 因此对中央银行的号令 也是虚于尾夷 因此孔祥西干得没有兴致 他还想回到他的实业部 却苦于汪派要缴陈公伯 把持而心遂不愿 运去金成铁 运来铁成金 孔祥西毛实业部长而不得 却因为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矛盾 坐上了财政部长的位置 他怎能不大喜过望 怎能不感恩戴德 为蒋介石竭尽全马之劳难 吞并中国银行 推行避制统一 孔祥西为蒋介石攒了一笔加大 随着西安事变发生 他又因救主有功 试图上更上一层楼 出任代理行政院长 果然被宋子文不幸言重 由于政府无限制发行公债 受高额利息引诱 社会资产大量被投入 公债投机行列 现今主要集中于都市和浪费在 非生产性领域 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日渐萎缩 金融界囤积的资金也找不到其他出路 终于在1935年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迹象 这一年 全国各地钱庄倒闭在百家以上 银行倒闭十一家 然而公债市场依然活跃如故 反倒到了金融界则是假性繁荣 而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已经露出端移 中国银行是最先觉察到这一危机的 因此他公开呼吁 政府必须削减开支 排除浪费 政府与人民合其节省之资历 从事于改良生产之途径 中国银行态度如此鲜明和大胆 和他的领导人张家傲有关 此人乃金融界巨子 一向以独立精神相标榜 北洋时代已率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抵抗北洋政府停对令而名造一时 因此说话也特别有分量 张家傲也不是容易驯服的人 北洋时代他就与当局顶贯了 也没把蒋介石太放在眼里 眼看到公债对金融市场造成动荡 他就要起而呼之 起而抗之 于是这就犯了蒋介石恐湘西的大忌 其实孔祥西与张家傲也有私交 张氏亲日派推崇的也是日本一套 平时身着和服 脚着木鸡 满口日语 这就让英美派的宋子文特别看不惯 两人互相都没有好脸色 自从孔祥西当了中央银行总裁后 孔与宋也有了矛盾 因此也就有意识连张抗颂 张家傲乐得顺水推舟 于是经常上门探望 并愧以后赠 双方感情迅速升温 但孔祥西对蒋介石的忠诚 是超过一切的 张家傲可以得罪 谁也不能得罪的蒋介石 也不能攻击财政赤字政策 因此蒋介石和他一提此事 他立刻表态 这个老糊涂 我马上让他滚蛋 别看孔祥西平时一副 和气生财的笑模样 日常处事待人也比较谦和 甚至还有点优辱寡断 但在经济问题上 却很有点快刀斩乱马的果断 手辣得很 他灵级一动 目前财政上出现了一些麻烦 隐藏着危机 正好就对张家傲开刀之际 将中国银行 附带交通银行 一并收归国有 变民族资本为官僚资本 他算过一笔账 仅中行资产 就达九亿七千五百万 现银达一亿五千四百万 如能将其攫取到手 则能度过眼前难关 这个主义 郑重蒋介石下怀 1935年3月22日 他密电孔祥西 让他采取行动 孔祥西闻风耳洞 第二天 孔祥西就签署财政部命令 另月 中国银行资产总额与资本总额比例失调 查原有资本两千五百万元 内关股五百万元 应再增关股 两千五百万元 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 二千五百万元 预约券五张 养记填据 二千五百万 关股股金收据被查 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就这样 凭着一纸公文 几张债券 就将当时中国金融界最大的 民族资产阶级商办机构 掠夺在手 至于拦路打劫 有何意 然而 中国银行的财产 只能就一时之急 要解决财政上的困境 还必须大动手术 这一回 孔祥西干了一件很出彩的事 即推行壁制统一 自北洋时代以来 由于军阀割据 壁制出现了混乱 各省各地区流行的币种 不少于上百种 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 过去也曾有人想解决这一问题 但工程量太大 操作复杂 干扰因素太多 均知难而退 但孔祥西的改革 却进行得很成功 很顺利 天字连金 谁敢制肘 谁敢公结 谁敢讨价还价 他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 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发行钞票定为法币 一切公司款项之收付 均以法币为限 不得行使现金 为者全部没收 以防白银偷露 凡非以上指定银行发行 之仍在流通之钞票 限期使用 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 为使法币对外汇价 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 应由中央 中国 交通三银行 无限制买卖外汇 这一政策的最大受贿者 当然是蒋送孔臣四大家族 他们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 但也确实缓和了当时的金融危机 对经济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一段时期内 对外汇率稳定 国内资金和信贷松动 物价得到调整 生产和流通领域也出现了繁荣现象 据称 在伦敦市场 法币的信用较之日元更为坚挺 国民政府的财政情况出现了全面好转 孔湘西检点一下业绩 喜滋滋地向蒋介石报工 不仅财政赤字得到医治 还攒下了一笔可观的家当 到1937年7月底止 国民政府仅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 就达到了13521万元 蒋介石也激动地站起身来 自统一货币政策推行 其收效之快 国家获利之大 呈让人欣慰 使有赖于这一时期经济种种措施也 由于经济的全面好转 蒋介石积聚力量 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 杨虎成 不只对已经转移到陕北的红军 做最后围剿 以期避其功于一役 但事于愿违 张扬二将军拒绝继续充当内战炮灰 建议联合抗日 因数度劝说无效 遂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舰 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扣故城 消息传来 孔祥西大为震惊 因为他当时是在上海 接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报的 只有寥寥数语 称西安发生兵变 蒋介石生死不明 从这份电报中 孔祥西嗅出了幸灾乐祸的味道 他知道何应钦的能量 作为黄浦系领军人物 如果蒋介石遭遇不测 那是没有人能够挡住 他走向最高权力位置的 想到这里 孔祥西已经为将来的命运担心了 如此彷徨不安置日暮 他仍理不清思路 决定不了行止 电话铃诸然响起 财政部秘书在电话那头传来消息 张学良有电报给他 快念 孔祥西心里一宽 蒋介石还活着 他迅速做出了判断 不然张学良是不会给他发电报的 果然张学良在电报中只是解释了兵舰的原因 并保证绝对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大局仍有可违之处 孔祥西 喃喃自语 抓起外套 月上坐车 直奔宋美龄住处 宋美龄正在上海召集航空委员会委员会议 刚刚退场 听到孔祥西带来的消息后 愣在了当场 别看他平日里雍容华贵 仪态万方 诸然大势来临 也失去了方寸 孔祥西在来的路上 就琢磨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当务之急 是要保住蒋介石的性命 其他一切都好商量 因此 他立即给张学良去电 该电行文委婉 用于客气 由此可见 从事变一开始 孔宋等人就定下了和谈的基调 但南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第二天早晨 孔祥西宋矮玲 宋美龄一行 刚刚回到南京 何应亲就容装而至 神情中有一种不经意的傲慢 昨晚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 决定对张扬 目无官长犯上作乱 予以惩罚 明令讨伐 绝不于叛逆弹劾 我即日率兵出征 为委员长报仇 他转向宋美龄 惺惺作态地表示了问问 宋美龄压住火气 现在情况还未明了 张扬的目的是什么 就贸然动物 是否太急躁了一些 我已经约了张学良 原顾问端纳先生 准备一起去西安 这不行 何应亲一口回绝 如果我们先求和 有损政府的微信 再说委员长已经死了 你去也没有用 我们要为委员长报仇 前方的军队士气高昂 准备挂校出征 一举铲平叛逆 委员长生死未卜 你们就要挂校出征 安的是什么心 宋美龄被激怒了 手指着何应亲 则问道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何应亲不理宋美龄的纠缠 转向孔祥西 话中有话 汪先生蒋先生先后遇难 中书不可一日无主 昨天中央紧急会议 已经选举你负责行政院 领导国家度过危机 这番话太明白不过了 只要孔祥西顺水推舟 行政院院长之职 就是对他的酬劳 别看孔祥西轻易不露锋芒 但在今天关键场合 他却硬了一把 回答十分有力 感谢大家的台爱 行政院我可以暂时负责 但我不同意讨伐系案 应该在军事行动之前 先尽力救委员长脱险 何应亲还要过躁 孔祥西白白手 靖之兄 万事不可测 为人做事 要有分寸 要有余地 说罢转向了宋美龄 讨讨论起旧奖的方案 何应亲信心而走 想不到孔祥西是外援内方 不是可以轻易要挟的 因为孔祥西和宋氏家族的 坚决反对 何应亲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放缓了动物的节奏 12月21日 孔祥西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身份 宣布同意宋子文和宋美龄去西安谈判 这一举措施标志着南京政府 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 有打向和的转变 同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 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以当蒋介石从西安平安返回后 对孔祥西的这一段表现非常满意 因为蒋介石已返回京城 孔祥西通电宣布 卸去行政院长之职 这让蒋介石颇有几分动容 认为孔祥西鞠躬不傲 所以当场急于表扬 雍之在代理行政院长期间很称职 以他的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一重要工作的 果然抗战爆发后不久 蒋介石就以前方战事紧急为由 请辞行政院长 并提议由孔祥西接任 算是对孔在西安事变时的奖赏 请辞行政院长得很敏 感谢观看